大家好,我是醉鱼,今天带来集圈黄连尔风云再起的比赛解说 这场比赛是只会裸沙和Cd大战不懂玩圈黄 从一批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肯定是玩无规则的高手 2B的八神,开场就变小了,那看来肯定就是无规则了 无规则玩法在风云再起中也是非常的刺激 因为风云再起的伤害比较高啊 一套必杀技就可以搞得对手残血 看龙二开始了 对到角落龙二还可以插刀子 插刀子插到了 这个小八神看起来好可爱啊 一阵狂踢,龙二还可以再接着插 因为这个插是可以压起身的 龙二最后一下没有,他笑起来了 如果不笑的话是可以插的 八神的隐藏也没有打中 后面小八神呢 插,八神应该是跳了刚才 因为变小以后啊,你看到动作是不好看的 猜不出来他的动作 现在八神跳,八神也没有什么找我突然发现 中角,葵花,没有时间了 最后八神还是要变大 现在来看下一个金家芬 金家芬开场又变小了 变小以后让对手难以预判你出什么找死 现在一波中断,一小气大呀这是 哇 小金家芬,好可爱的样子 拿下龙二之后一批下一个 卢卡尔老卢出场 哎,看老卢做好一个防御 看能不能把他一刀带头 金家芬一个中断也开BC了 连招还是挺溜的 哇,现在开启一个连梯 变小以后也能掌握的这么准啊 真是佩服佩服,大招 这大招抓哪里去了 这么小的人物啊 再抓 金家芬没了 老卢一个大抓 就可以要他半条命啊 这就是风云再起里面的伤害啊 特别高 特别是老卢伤害更高 接着来看二批最后一个卢卡尔 他又变小了 变小以后直接开大抓 然后暴气开大抓 一批这个闪身很灵性 起身之后剪刀脚 暴气之后来地坡 你来我就给你一个大抓 看你敢不敢来 闪身被抓 必须被抓啊 只要闪身 双方就在你抓我抓你中结束了第一局 一批拿一分 好的 接着来看下一局 下一局来看不懂完全黄啊 选什么人 还仍然少不了老卢 老卢金家帆带个猴子 这也是风云再起里面的三强了 都超强的 一批呢 一批用谁手发 现在他犹豫了一下啊 现在他用龙二手发 对抗猴子 猴子开场就变小 变小以后闪到背后 想投 在你身边绕来绕去 让你无法判断猴子该怎么打了 大招 犹豫不决就开大 现在板边龙二插 这个刀子压的是好准的 插到之后一阵狂踩 对到角落龙二继续一个插 插完之后进行复合大招 你刚才那个插他知道是插不到的 实战经验人老丰富了 这一下压起神就没有压好 那还可以再压 跑不掉的 绝对跑不掉 只要龙二用大招压的好 板边真的很无解 大乌龟则龙二也是神了 好的接着来看金家帆 看的还变不变小 哎呦变小了 只要按挑衅件就可以变小 冯云再起 刀子 踢过来闪来刀子插插 中段是打不到的 一刹破万法 后面金光阵有点慌了 这样打的话不是办法 哦一个中段 二匹的连招还是挺溜的 哇空中大招 中间断了断了 断招了 现在反而被龙二举了起来啊 一阵狂鞭 疯狂连鞭 后面起身以后啊龙二再插 这是无规则的经典打法 这龙二用的 金家帆一脚比赛隐藏 隐藏也空了 空了隐藏以后呢 不懂玩拳皇就剩下最后一个角色了 这名字也不对头啊 看似不懂玩拳皇 其实非常的懂 现在看他的老卢 老卢先开发地波 逆向过顶 中段起手 开BC剪刀角 上去接超杀白月 起来 拿下龙二之后啊 执行CD和裸杀 他才第一个角色这才是 后面他还有龙二 他还有 最后一个角色可用 哇 青豚逆向剪刀角BC 这就开上去了 抄比啥大抓 大抓才是最强的招式 在风云再起理 好开地波 剪刀角空了 就被大抓 跑不掉了呀 今天这是一个擂台抢 如果这局EP拿下的话 就直接赢了 好下一局看他的猴子 这下老卢跟猴子一样高了 变小以后 甚至还没有猴子高 立向再过顶 大抓 猴子硬钢CD啊 你向过顶继续走 哦 被钢CD 大抓继续走 哇 这个以小抓大好搞笑啊 很萌 很萌的一个身材差 又一发中段抵过去 他现在不懂玩拳皇 也拿了一分呢 凭借老卢 比分就来到1比1了 这是一场抢2 那么第三局就是终极之战了 二批总是喜欢变小 让一批琢磨不到 琢磨不透他 下一局的话 看一批选谁 准备选猴子 这个猴子肯定是必选的 老卢猴子 这都是强角色 你看他们两个都选了 现在双锋开场就拼猴子 猴子各级飞了起来 小猴对大猴 挠一爪先 跳起来 背钢 哎 钢CD 背墙角 走 压住起身 开超杀 空 猴子也挠他一爪 挠一爪之后 不动玩圈黄 起身 闪神 哎 跳 猴头堂 现在血量也不多了 又一番大招过去了 还是大的比较厉害啊 比他大的多 好 接着来看 金家凡尽管整 徒弟没了 师父能战胜这个猴子吗 这是师徒战了 这局 猴子暴体准备开超杀 金家凡一脚 PC旋风腿 能连招咱们不连 咱们就是玩鲁 后面猴子呢 被钢 钢一下子 金家凡继续找猴子的破绽 这是当年经典的游戏听玩法 看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怀念起当年游戏听的时光了 哎 头机拆掉 右想一脚BC 中短起手 抄比啥 空 金家凡后面看怎么追加他 金家凡压过去 哎 再压过去 连跳啊这是 猴子爆气先 爆气出去 猴子刚C地啊 再钢C地 超比啥 被挠了 没有时间了 在最后的时间被挠 这下被一P控得死死的 二P需要加油了 现在看二P最后一个老卢 也只能指着这个老卢了 老卢是比较强的角色 第三个回合 老卢直接变小 开BC抓超杀 漂亮 后面只会裸杀和C地第二个觉得出现 老卢一出场 感觉一P有点难打了呀 拼老卢的话 打RP有点难 开发底波 抓超杀 剪刀脚上天了 爆气之后继续发波发波 超杀抓 你敢闪身 我就敢抓 反正也没有什么破绽 连抓就完事了 继续来 二P中枪连上一套啊 就是连不到 大抓 你跳我也敢抓 虽然说人物变小了 但是这个目标还在 二比一拿下了 好 大家来不关注 每天更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